我们并不是说没有头脑 很愚蠢地去被他骗掉 他是整个一个智囊团非常厉害 然后他用所有的夸大的宣传 上百名中国投资者上一周千里迢迢来到我国 控诉本地投资公司NBI集团 骗走了他们的血汗钱 不过金钱游戏骗局频频发生 为什么大家还心甘情愿把钱投进去呢 那投资公司又有什么厉害的招数 来吸引投资者呢 因为我刚刚进来这个NBI 是通过我的一个同学 我们关系非常好 但他有一点就是很吸引人的就是乙地 他一年翻两倍 而且他说就好像股票一样的 只涨不跌 就涨到一定的高度之后 就拆分 就分钱 那你开始进入的时候 你们需不需要签什么条款 或者是让你 没有的 没有的 就是把钱交给我们的朋友 我们朋友又交给他们上面的领导人 你为什么会一开始会投资啊 是朋友介绍吗 也是朋友介绍 很恐怖的 三线的 他下面的人也多 上面的人床的人也多 你到现在投资了多少钱 这个不好受 至少多少 至少多少 至少应该200多万 美金吗 不是 人民币 他告诉我们像股票一样的 只涨不跌 每次涨到一定的数额之后 他就可以开始增长我们的叫做衣物点 就是衣物点其实就是美金 他告诉我们三出三进 就是在一年或一年半之后 不要拿出这个钱 他就会不断地翻这 准备拿钱的时候 没办法拿到我们要的现金出来 发现两年多了 我们一分钱都没拿到 而且他这样游戏规则 都是自己制定的 我们来到马来西亚 看到他的所有的包装 最关键就是 他那个政界的一个大咖 还有各种明星 还有各种重要的人物 都帮他去站台宣传 所以说见到这种华丽的包装 这种舞台的宣传 我们简单地相信了 我刚才说的 就是人的本性还是灿烂的 但看到一些希望 好像有 真的有这么回事 他就说我就是 就是说你们在外面 所有做的 所有困损的 只要你到这里来 我就是一个大家长 我一定会爱你们 我一定会让你们 实现你们的财富自由 我一定会负责你们所有的人生 大家当时就 就很尊重地就叫他 张爸爸 觉得真的能给我们带来财富 是不是 我们就希望现在马来政府 能够认识到 这是这件事情的一个严重性 也能是说我们中国现在的强大 如果不帮我们出面 把这个毒瘤去掉的话 我们绝对绝对不会罢休的 刚才采访 大家可以感受到受访者的怒过 不过其实 茂小布早在2017年 就冻结了NBI集团的98个户头 而该公司也被国行列为 金融消费者警示名单当中 不过到现在为止呢 金钱公司还是照常的运作 似乎丝毫 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 那究竟是当局执法不言 还是说民众 对于短时间低成本高回酬的 金融游戏 抱持着侥幸的心态呢 那看视频的你 是不是也曾经受过 金钱游戏的诱惑呢 欢迎你在下面留言 告诉我们